小挫子虚方和蓝面温神渔稿 寻找四殿下朱棣来到九天怪 哪料想冤家路窄 正碰上那个妖道火龙祖张天杰 要说起这个恶道来 人所共之 这个家伙能耐还大 鬼点子还多 做的那个坏事 简直是庆祝难说 在前文书咱说过 自从他出世以来 在黄河岸帮着托金龙 摆了一座金龙交尾镇 光杀上了民营的官兵 就不下十万余人 而后 他要把这元顺利 退到北口沙雁岭 又摆了一座万寿火光镇 这座大镇 又杀伤民营十几万人马 所以啊 人们一提起张天杰 散个字 恨得牙根都发痒 很多人都以为 在破阵的时候 这老道死了 因为啊 当时的老道 有五六百人 跟他同等年纪的 长得模样相似的 也不在少数 人们一检查这尸体 有人说这就是张天杰 肯定死了 这是一种误会 实际上他没死 这个老家伙身负重伤 死里逃生 一口气跑进昆仑山 打那以后 言姓埋名 他眯起来了 愧策方向 以求一成 随着时光的流逝 世界上的形势都在变化 现在 就到了他出头的机会 这小的脖子伸出来 提鼻子一纹 气候合适了 在几个月以前 他曾经偷偷的到过一趟金马城 跟四宝大将脱金龙 北国的大王 呼尔卡山 呼尔卡银 取得了联系 他们曾经开了几次秘密的会议 制定了一个推翻大明 恢复元朝的方案 火龙祖张天杰 负责到内部来 联系元朝的 一老一少三亲六故 以及法明的势力 要组织一支 法明浮原的赶死军 另外呢 张天杰打算 凭着陆林的老关系 把战山为王的 落草为寇的 各门各户的师兄弟 好朋友 全都纠结在一起 因此这个家伙 有特殊的任务 两个多月以来 他是到处奔波 四拜活动 联系了很多很多人 后来他就想到九天关 这块有个灌主 就是那静修居士 这静修居士 跟张天杰的师父不错 为人也厚道 能耐也大 张天杰就想拿九天关 也变成一个据点 但这个静修居士 人不错 就有一个毛病 胆小怕事 明明恨张天杰 还不敢得罪他 尤其他这座九天关 占这位置还不好 你说归苏州管吗 又不归 归大明管辖吗 也管不着 地处三不管 现在朝廷也乱 苏州也乱 因此这九天关呢 就成了独立的一个庙宇 谁说了都算 谁说了都不算 而张天杰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块给控制住了 张天杰拿这当据点 也有目的 他知道张士诚和张九六 这哥俩面和心不和 他打算帮着张九六 鼓吹苏州独立 手里头好掌握一只人马 现在正加紧活动 要不为什么 他非站去这呢 你说这个事有多巧 他正想上苏州找张九六去 路过山神庙 下小狱上四殿下诸地 带着老头子连灯 一个车老板还俩徒弟 在那躲避 张天杰比狐狸都见了 到了前面问明实情 他是心怒怒放 这才把五个人拿货 全押尽九天关 看来徐方和语稿 找到这儿还算找对了 这是以往的经过 咱不必细说 书接前文 单说张天杰 把徐方和语稿给拦住 哈哈的大笑 哇啦 这回你们还走得了吗 可知道我张天杰的厉害 徐方是又怕又恨 但是到了这种程度 那不打也是不行了 他回过头来看看语稿 我说 我说 该拼命的时候就得拼了 你在旁边给我关闭料阵 看我收拾这个杂脑 徐方说到这儿 汉被帮藏着了 怪兔冰铁棒吹 往上一坐是楼头就打 张天杰往旁边一闪了 徐方 慢说是你呀 就你老师都白给 也是我手下的败将 你这两下子能行吗 徐方并不打话 隆隆隆 放下加紧 就下了绝情了 可怎么使劲 他也打不过张天杰 十几个回合 被张天杰上面一晃 底下使了个高挂连魂腿 走怕 像踢球一样 把徐方登出一丈多远 仰面摔倒 徐方还不善呢 在地下赶紧使了个礼余打挺 打算起来上方逃走 哪知道 背一个跟头 他刚站起来 张天杰一晃身 就到了他面前了 把左手伸出来 利用两个手指头 一捅徐方的后背 别动 这招叫扁血 凡是世外的高人 一般的都会这种功夫 徐方就脚着后几队发麻 半身就动不了 张天杰再一伸手 把他裸过来 生擒活拿 扒 小老大往上一闯 把徐方给扒了 这阵徐方身子可也不麻了 但是也将人抓了俘虏了 西方心里着急啊 看着语稿就喊 语稿啊 三十六招走为上纪 还要快跑 语稿能跑吗 这蓝面瘟身非常丑 也重于义气 语稿是哇哇爆掉 师叔 我依然能把你扔些 独自偷生 我跟这恶道拼了 手中轮起和善 把门刀往前移动 照张天杰就是一刀 张天杰黑黑一笑 不知死的鬼呀 好 你们有多少 我是收装包园 语稿能听他这套吗 轮起大刀下的绝情 泪蒙刀臣啊 无度的跟刀山相似 嗯 张天杰一边打着 一边点头 这预告这能耐是不减当年的 小伙子果然有两下 但是你分跟谁比呀 在祖师爷面前 你还是个幼儿啊 得了别跟他废视了 打着打着 但冷不定就转身 躲到鱼稿的背后 探出二指 谁说 趴着一下 又给点住了 鱼稿往那一站 心里着急 身子动不了 半边身子发麻 张天杰跟过了一脚 把鱼稿批翻在地 啪 也给捆声 哎呀 徐芳急得知多久 鱼稿哎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 豁出我去 你跑了就得了呗 这可好啊 连个送信的都没有 咱是一顿都得玩玩呢 鱼稿到了现在 低头不语 张天杰不向打仗 把手爬了爬了 掏出手帕擦了擦 呵呵呵呵呵 静休居士 无量天尊 把他们压到前面 是 把俩人推推涌涌 压到前面 张天杰到了二殿 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坐 喝着扣碗茶 命人把他俩推进来 这一人俩往那一站 是利而不贵 张天杰带着奸笑 打量打量他们 徐芳 你是不是有点不服 对我这儿就不服 不服有什么用 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我叫你怎么死你怎么死 你信不信 我不信 频道知道你这嘴唇一碰下嘴唇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你们想不想见见你们的主子朱弟 啊 徐芳一愣啊 要这么说 四殿下也在这儿 那可不能不见 想着这儿 徐芳马上回答 我说你吹牛 我们四殿下根本就没在这儿 你认为频道说瞎话吗 来人 把他们带出来 是 要有片刻之功 就听见脚步声音 扫进几个人里 新发和鱼搞抬头一看 在前面的正是四殿下固定 后边是老头子连灯 再往后看 车老板和那俩徒弟 这个狼狈就甭提了 每个人都是双倍盗减啊 尤其那老连灯 都走不动了 有两个小老道子旁边架着 和那老板和那俩徒弟 满脸是血 看着这叫人揍的 就是四殿下还比他们强点 朱棣抬头一看 徐将军 徐将军 你们也来了 啊来了 殿下这叫有府同乡 有难同当啊 哈哈哈哈 咱们军臣活 活到一起 死 死得一块 看着法毛 敢把咱们军臣 如是喝 张天杰往这边瞅瞅 往那边看看 徐发 这回你们看见了吧 不是贫道吹牛 你们已经全落到我掌握之中 自列下 你要是明白事儿 就像方才我说的那样 多了要求我没有 就要求你写个香书顺表 那样把黄河以北所有的地盘 交给贫道掌管 还我这人说话算数 立刻把你们军臣就放了 如果压绷半个说个不字 哈哈哈哈 我叫你们瞪眼看着 一个也活不了 说 你到底是邪不邪 四殿下朱棣把头仰起来 呀呀呸 恶道 你是个出家人 口念经文 竟做坏事儿啊 你想威胁我不成吗 黄河以北的土地 那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那是中原广大百姓的财产 那是大明的江山社稷 我给你写关什么用 再者一说 我是命死不去 我绝不写这败类的东西 哎呀 看不透你年纪轻轻 真有点骨头 拿刀来 我一刀一刀刮了你 张天杰说的哪就伴的哪 伸手拿过牛耳尖刀 笨燕王就来了 把潜心的衣服给撕开 他就要下手 鱼搞急的往前一冲 被老道给抓住 徐芳也急得知晃脑袋 不过小挫子 集中生智 咱们好上来 我说两句 我说两句 张天杰一回头 徐芳 这么说你乐意了 哎 咱们慢慢商议 画是开心所 对不对呢 都是顺的好吃 行的难验 要弄急了 那就豁出去呗 你把人杀了 你什么也得不着 对不对呢 不就是要地盘吗 哎 咱们心平气和的商议 殿下 你也别一口咬尖说不行 咱也提提条件 这买卖要合适 咱就答应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朱棣一听这叫什么话 这怎么叫买卖呢 但是又一想 徐芳诡计多端 可能又要耍花活 所以四殿下就不言喻了 张天杰把三角眼转了转了 来到徐芳的眼前 挫子 你这小子以不一决 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你是不是要耍坏道 冒坏水 你咋能干什么 哎 我张天杰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要那么说 咱就没合适了 那就甭伤心了 你就把我们杀的都得了 你怎么把好话当坏话听 不是那么回事 我对你有点不相信 好吧 那你说 咱咱怎么办 我张天杰咱怎么办 刚才我们殿下说的也不假 你说黄河一北 好几省的地方 都归他管吗 他是燕王 只能管燕云十六州 别的地方不归他管 他就跟你写了 也是一指空闻 你也白高兴 再这一说 我们殿下刚当燕王几天 得不高 忘不重 手下的人都是开国冤勋 哪一个能听他的 即使他有那权力 恐怕也难以实现 这是一 二 我说就把那字句交给你 你敢去接受吗 你有几个脑袋 哎 张天杰 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我就问你一句话吧 你究竟是个英雄 你还是个狗雄 你跟我说痛快话 无良篇子 英雄怎么说 狗雄怎么讲 你要是英雄 你就话不前言 你不把嘴撇说了吗 来多少 你收桩包园 这是你说的不 怎么样 好嘞 我说你敢不敢把我虚方放了 我去请人家 回来收拾你这杂毛 你要敢把虚方给放了 你是真正的英雄 不管到哪一步 我是心服口服 外带配布 你他娘要不敢把我放了 把我们军事往这一杀 你就他娘的是狗雄 你随便吧 哈哈哈哈 我许方你这挫贼坏道真多呀 打算用激将法 来个金蝉脱窍 你认为这我一上你的当 我就把你放了吗 你随便啊 张天杰 不放拉走 那你就开刀 好 徐方啊 我还就把你放了 但是我也有个条件 朱棣 你听明白了啊 徐方去请人家 要跟我张天杰 分上下论短长 要救你出九天棍 但是不能无限期的 我仅给一天一夜的时间 如果徐方把人请不回来 或者在一天一夜当中 不能把你救出去 你怎么办 邪不邪相复 交不交顺苗 等一下 你就答应他 比到这个程度了 朱棣也没办法了 张天杰 好 咱们一言为令 一天一夜 徐方要请不来人 救不了我 我就愿意 见字画一哈 把燕军十六州 全交给你 无良天尊 咱就这么决定了 来着 我挫着发了 要知徐方生死 且听下回 plet円 未经许可